老师好 我是打算选修 认识少数民族之美 这门课的同学 我对这门课不是很了解 老师可以帮我做介绍吗 我为各位介绍一下这门课程 那先谈谈我自己 我是罗中展 我是政大民族研究所的硕士 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 我的研究领域是民族学跟藏学 那我在学校的通识课程当中 开授了以下的几门课程 旅行与旅行文学 海洋旅行文学 以及认识少数民族之美 这门课程 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上一门海洋旅行文学 还获得了教育部的数位教材 认证的通过 那我相信我在课程安排上 一定帮同学准备的丰富 而且扎实 也希望同学在这个学习当中 能够圆满而愉快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上课模式 我们的上课模式会有两种 一种是采取三分之二远距 也就是六周到校 十二周是用线上的 这个课程的学习 第二种模式是三分之一的 这个辅助教学 我们会有六周是采取线上的模式 有十二周到教室一起讨论 那这两种方式 采取哪一种方式 我们会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跟各位一起做讨论 我们再来决定我们的上课模式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两个学分的课程 这个课程我们希望各位 能够透过认识你身边的少数民族 那由他们的文化去认识他们 我们希望各位做到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多元社会 我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 那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 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培养 各位建立一种多元概念 是因为我们要进入一个公民社会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课程 帮同学做公民素养的基础训练 那我们希望各位的学习 都能够圆满而丰富 我们的课程终极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样学习 希望同学学到民族学的基本知识 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学习 人类学的这个理论概念底下 我们希望同学你能够达到几个 简单的要求 第一个我们希望你会了解 这个学科它带给你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常识 我们希望各位你能够知道 这个学科可以跟别的学科 做怎么样的交换学习 我们也希望各位了解 这个学科领域里边的 基本的理论跟概念 同时我们希望同学 你能够透过 民族学人类学所带给你的知识技能 去解决你将会面对的问题 我们说因为人类学民族学 它的对象就是跟人在一起 我们在人的社会里边 会有固定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就是应用人类学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你的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学习 我们在这个课程给各位学习的目标 基本上我们希望有两部分 首先希望各位你对这个学科的知识 你知道这个学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用这个知识 那这个学科民族学人类学有的基本的概念 原理 模型你应该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透过这样一个基础学问的认识 你可以学习到你跟别的学科怎么样去做交流 同时因为你掌握了这个知识 你知道怎么样去收集资料 怎么样去分析资料 怎么样将这样的资料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你当看到这个学问 跟别的学科可以做交流的时候 你懂得运用学科的语言 而不是一个口语的叙述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概念 因为你是在学习的领域当中 第二个我们希望你有的态度是什么呢 希望你怀抱的热情 你怀抱的这个继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们希望你能够学习到的是客观的判断 你能够收集资料分析资料 然后说明这个资料带给你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理论知识 跟别的学科做交流做讨论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考虑到这个学科 还可以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也可以为别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都是希望我们在这个课程带给你的 你的学习是有目标有方向 有轨迹可循的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课程的单元架构 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安排了六个大节 分别是学科的基本知识 其实看到生命的历程 然后我们看看台湾的少数民族 我们也去看看大陆的少数民族 接下来看到的是民族的综合知识 那最后一个单元是少数民族在现今的处境 这几个单元的安排是从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人类学 学习民族学开始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历程 从出生到命名到婚姻到你的上葬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少数民族是哪些部分 我们认识一下台湾的原住民族 他们的这个学术分类跟定位是什么 我们也介绍台湾的这目前官方所认定的 14个组的大致的状况 当我们看完台湾的部分 我们去看看大陆的少数民族 那因为大陆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里边 因此我们用地理区做分别的介绍 我们介绍东北 介绍蒙古 介绍新疆 介绍西藏 那我们也介绍在东南的在西南的这些少数民族 我们也知道少数民族有共通的文化现象 也有特别特殊的现象 因此我们在民族综合知识的部分 安排了民族宗教 民族的语言跟文字 我们也介绍了民族的音乐跟舞蹈 这几个单元来进行认识 那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是希望各位培养出公民素养 因此我们希望各位能够认识到少数民族 在现今的处境 希望各位的学习 透过这样的一个单元架构 都能够丰富而圆满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未来的学习方向 各位知道人类学呢 在今天的运用 我们通称为应用人类学 我们希望同学学习到这个学科的知识 是希望你将来能够懂得 人类学跟其他的学科的一个交换运用 希望同学透过人类学的基础认识 你能够建立起公共服务 或是说认识人群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知识 那透过这样一个学习呢 你的目标将来可以跨到 譬如说其他的这个领域去 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未来学习的方向 谢谢老师 我对这门课已经有基本的认识 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老师 老师您的课有没有限制对象 或者是基本能力的要求 好的 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学习对象呢 基本上我们要找的同学是 愿意学好通识课程的同学 我们想找的对象是 有意愿学好民族学 人类学基本知识的同学 那我们要对那些已经有一点 人类学或是民族学基础概念的同学 做这样的提醒 请你要放弃本民族 本位思考的概念 去做学习 那你在学习这个课程之前 你应该有的基本能力是什么 第一个有意愿进图书馆 有意愿去博物馆找资料的同学 我们希望你对民族学 人类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概念 都有一点兴趣的同学 那你基本上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跟这样的一个准备 我选修老师的课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学习的更多呢 好的 我想你要学习的更多呢 基本上你应该要这样 有几个认识 第一个我们这个课程呢 不会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 那因为个人作业 个人负责 自己的作业 自己承担责任 其次我们希望你在网络大学的这个平台上 你要每周你要上去看 你要按着进度来进行课程 我们不希望同学你把这个课程点了 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样的一个时速跑过去 你没有学习到 那你又回头再来 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做法 我们不希望这样做 那我们不是以时速来要求同学的学习的结果 而是希望你真的有学习到东西 其实我们希望你看到线上告诉你 应该要参与讨论的时候 请你参加线上的讨论 我们在线上教室实施的时候 也请你先准备好 再来上线上教室 因为我们在线上教室 适同在课堂上的讨论 所以请你要积极 那我们其实想跟各位提的是 当这个线上讨论 线上测验 以及线上作业 缴交的时间 都有一定的时间 希望同学能够按照实线之内缴交 因为超过实线以后 它就系统会关闭 那你没有办法再补交 我也没有权限 开放再让你交 这样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请你一定要按照实线操作 那经常去看线上的公告 接下来我想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你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希望各位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透过发email 发简讯的方式跟老师联络 或是利用老师留校时间来找到老师 跟老师一起讨论 那如果我们在课堂上 你有问题就随时提出来 我们随时为各位做解答 透过这几种方式 我们希望你的学习都能够很顺畅的 我想问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老师这门课你是怎么打成绩的 哦好 同学想必很关心自己的成绩 是怎么样的评量 那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的成绩评量是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非实体的部分 也就是各位参与线上课程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你到课率 你参加线上的讨论 你做线上的测验 以及线上的作业 这部分的成绩是我们在非实体的部分 那接着是实体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会有期中考 会有期末考 以及要求各位在课堂上 参与的讨论 及其他的教学活动 我们的成绩就是由这两部分来组成的 我们在这边跟各位提醒一下 使用网络大学这个平台 首先各位 你选了这个课程确认之后呢 请你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确认你个人的这个资料 请你在这个线上的email 特别是email的部分 请你把它改成 你收得到信的email 因为我们网络平台的这个教学通知 网络公告 都是透过email跟你联系的 那也请各位留下 你能够联络到的电话 因为我们这样 万一有紧急的事情 可以跟你联系 那这两项资料 请你留正确 可以收到资讯的 否则的话 你会错过很多教学的通知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 你要经常去留意 我们的线上公告这一部分 因为这部分就是我们所有的教学通知 都在这个平台上 我想同学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分两部分来处理 第一个部分是你在课程上遇到问题的时候 请你在线上查一下 老师公告的这个留校时间 你都可以到精华楼的Q205研究室 这是老师的研究室 你可以找到老师来当场讨论 那如果你在平台上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有两个方式联系 你可以在平台上按与管理师联系 这个功能传讯给管理师 他们会帮你解决问题 或是你就到这个护华楼的二楼 远距教学组 找到那些辅导老师 他会帮你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那这两部分的问题 你都可以从容的去解决 帮助你的学习 我们开授这样的课程 希望各位认识少数民族 认识他们的文化的美 认识他们传统的美 那透过他们文化跟传统的美 可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生活的如何 我们希望各位有这样一个多元的概念 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 那我们希望各位 你充满了热情来学习 因为充满了热情的学习 你的学习才会丰富 才会圆满 那你透过自己主动的学习 你是快乐的学习 你的收获一定比别人更丰富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的课程学习 是这样一个态度 这样的一个心情 那也希望各位你在这个学习当中 是圆满顺利的 谢谢老师 我知道怎么上这门课了 耶